320 你在誤導觀眾 買的都白癡 睡晶那麼貴 回來講睡晶就夠了 好不好 我自己 聽幹話就讓我們快速結束這一趴吧 那我們先打開引擎室 看一下它引擎是什麼不一樣的 首先帶大家看到 3.5i VTEC VCM VCM VCM是什麼 氣缸蝦子系統 蝦子你知道嗎 是天蝦蝦子哦 V6的引擎嘛 那它偵測到你這個 轉速比較低在高速運轉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三缸四缸 這個蝦子的狀態 然後就來幫你達成一個 省油節能的一個目的 那目前這個已經做到第二代了 這個應該是第一代的 這個在Langer上面也有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美國車的引擎 都有做這種蝦蝦子的這種系統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3500cc的這個引擎 基本上整個配置啊 跟Langer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台車 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引擎腳非常的貴 來帶大家看到這一顆 前面這個 寫FRVA這個 這個引擎腳它前後 是配備一個壓制的主動控制的引擎腳 那光前面跟後面的兩隻引擎腳 我們去這個巡架 兩隻加起來的時候還要三萬多塊 這一定只有原廠沒有補償 那打去材料 直接跟你說 那個沒有補償的 那只有這麼補償的 大家如果有想要買這個3.5的這個亞哥 你一定要注意它發動起來引擎的這個震動的一個狀況 那當時當然也有2.0 跟這個2.4的引擎系統 那我覺得 以小事的經驗喔 在2.0跟2.4的系統裡面啊 比較常出現的是這個引擎的震動的問題 它2.0跟2.4的 我們知道它天生引擎震動就很大 我跟你講就算你 你換過全部新的引擎腳原廠 它的震動還是比 一般坊間的四缸車都來的大 你如果是2.0、2.4的引擎腳也不便宜 我記得整車這樣換起來 也差不多一萬五到兩萬塊錢 它這個主觀見仁見智喔 我覺得它這個門拔要轉反 我覺得它應該是要這樣轉過來你知道嗎 我從這台車出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看不習慣它這個手法 我都一直覺得它應該要轉過來 這個添付了我的美學好不好 好 見仁見智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底面齁 這台車另外一個通病就是 有沒有看到在搖搖 這個手在靠的地方 它都會變成這樣 皺掉了 搖沛沛喔 那更誇張的是啊 還有破掉的 那這個發生在這個年代的這個 除了雅哥 我跟你講 八代喜美 還有這個CRV 那個十代的 這個皮都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基本上喔 依我們的經驗來看啊 那個年代的喜美CRV 雅哥啊 回來這個地方搖搖 是很常見的一個狀況 包含這個中央扶手的部分 應該也是 可是有沒有看到這個中央扶手很漂亮 我跟各位講 我懷疑啊 它這個中央扶手前車主 已經換過了 因為啊 它這個皮革的紋路啊 其實跟它 原本的這個皮革的紋路是不一樣 這很細喔 這個你要有過人的觀察力 好 那再來雙電動椅 前雷達 群機防滑系統 而且它有這個 兩組的記憶電動椅 天湯基本耶 那我們上車看一下吧 走 那這一代的雅哥喔 它這個用的是這種 黑色的這個木質的紋路 我是不太喜歡啦 坦白說 我覺得像這種法斯紋的 銀色飾板 比較漂亮 在拉這個銀線 有沒有 銀線 不過我覺得看起來 我比較喜歡這樣 比較年輕一點 那當然這個 3.5的 它還有配置這個 後遮陽臉電動 那我覺得在這一代的雅哥啊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這個旋鈕 其實啊 我對它這個旋鈕啊 很頭痛 它這個銀行旋鈕很容易壞 壞掉它壞掉是怎麼樣 你轉大聲有沒有 它不理你 然後你就 有沒有 熊熊它就變很大聲 就嚇到 要轉小聲 你一直轉它又不理你 你就會很緊張 這個旋鈕很容易接觸不良 那通常這個如果把它拆下來 弄一些 裡面用一些接點清 那個清潔劑 稍微把它的這個 接觸的 稍微把它清一清 可能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啊 我很不喜歡它這個狀態 我... 這個還是好 這個 這台是好的 我很不喜歡一個東西 就是現在很多車子啊 把這個空調有沒有 跟這個音響的面板 然後整合 整合在同一個面板上面 其實我還滿討厭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你為什麼不音響歸音響 對不對 空調歸空調 然後分開不是很好 你要做一個整合的 要做一個整合的 你會造成在控制上的一個 我覺得會造成在控制上的一個困難 你看像我 他一直告訴我 一直顯示器的畫面 我...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要做什麼的 好啦 這樣看起來雖然很炫啦 這個空調跟這個音響的面板 雙驅橫穩 都設計在中間 看起來雖然蠻帥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壞掉 應該也受理一下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很多 當時的這個 HONDA車系都配備的一個 藍牙系統 Bluetooth 嘿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氣壓防盜的感測器 對 他在屋頂這個啊 他在這邊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氣壓防盜的 這以前有一陣子很流行 他利用這個壓力 車艙裡面壓力的改變 然後來這個 預知說 你車子遭到侵入 喔 我找到了 在這裡 有沒有 這應該是這台的 怎麼不理我啊 功能 怎麼不理我啊 他接收器咧 哇這個好Local喔 以前有一些車接收器會裝到這旁邊 他這也沒有接收器啊 那是沒有電子的那樣吧 這電梯說整四人不要用過 好 宣告失敗 好啦反正很流行 這個就算好 我跟你講就算那好的 你也不會用 你笑的 哇 以前有沒有 以前 改車啊 改什麼阿魯片音響有沒有 什麼拍阿膩的音響 拍阿膩的音響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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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阿膩的音響 喔 那個音響喔 都附一個遙控器 真的不知道衝他小朋友 啊你手這樣穿著就穿著了 有什麼要用遙控器 大小聲你知道嗎 你手這樣不能鑽嗎 你鑽車車你不知道就鑽大小聲嗎 你沒差點換多勁嗎 你一定會用這個 鑽車比較帥 有沒有 以前那個年代就是 改裝音響 要付遙控器才屌 二十年來的一個疑問就是 既然這麼近 為什麼還要做遙控器 好不好 網友留言 回答我 幫我解答一下 幫小師解答一下 到底為什麼要遙控器 好了 準備出發啦 聊一下椅子 他這個電動椅齁 除了有兩組的機力以外 我覺得他這個腰靠 有這個充氣的這個腰靠還不錯 不是靠腰好不好 我上次講個電動靠腰 大家很開心 我覺得這一個年代的 雅各阿 CRV喜美 這一批的皮質 皮革的質量都不是很好 你看光這個 這台車才跑14萬公里而已 它這個 方向盤旁邊 都已經斑駁脫漆了 有沒有 你看它這個方向盤旁邊 都已經脫漆了 那包含這個排檔頭 有沒有 我覺得它這 它這個當然不是皮的啦 可是它這個皮的質量 我覺得都不是很好 有沒有 這都脫漆了 駕駛者容易流手汗 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主要的這個 差別還是在於 我覺得它當時的皮革的用料 就不是很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這個HONDAH 很奇怪 都會掉漆 這個H都會掉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解之謎啊 角色進來很多 包含這個FIT CRV 然後喜美八代 中間這個H都會漆 漆漆了 你把它摳掉 你把這個銀的摳掉有沒有 就變白白 好不好 我覺得這應該是時間到了 它就是會掉 好啦出發啦 我覺得HONDA的椅子 都扁得比較矮 它們椅子相對於其他的這個廠牌 來的我覺得比較偏硬 我覺得它的椅子比較硬 扁得比較硬 比較沒有那種沙發的感覺 好啦出發找三寶啦 這個我現在開起來 它底盤就有夜陰了 它當初底盤是前後 都是用這個雙A倍的 那我們也提過 這個多連桿是雙A倍的延伸 它的這個連桿的 拉的這個樣式 很像兩個A的形狀 所以才叫裝A倍 那這個車一樣嘛 我們就是試高速道路 0到100喔 7.6秒 來我把它推一下 夭壽喔 也蠻暴力的耶 這0到100只有7.6秒嗎 其實我有一點懷疑喔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加速的 整個貼背的這個力道啊 我覺得不像只有7.6秒而已 那當然我也開過很多 我們之前常試的ES330啊 一些其他比較高排氣量的車子 3000CP以上的喔 我覺得很多人講喔 對不對我們常常再講 再講一遍 HONDA買什麼 買引擎 這製作真的沒有錯 1.4秒 一樣是3500的引擎 它給你開出來的感覺喔 不像Camry Lace這樣 很溫吞的感覺 它給你一個很暴力的感覺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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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風切聲有點大 我在懷疑是不是情侶雙的關係 我跟你講這底盤 開起來真的 我的速度有一定的速度在 可是我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我在變換車道的時候 我覺得很順暢 再來一個是我現在時速到了這個 100 不行這裡限速不是 時速喔 到了這個90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ECO的燈 就亮起來了 但是當我的轉速 稍微比較高 我現在看一下之前轉 我轉速只要高於2000轉以上 ECO的燈就會熄滅 就是代表他可能覺得說 我超過2000轉我想要做一個 加速了 所以他這個ECO的燈 他自然就會熄滅掉 但是只要我這個油門加 是在2000轉以內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是想要省油 所以說他ECO的燈 就會亮起 那他這個平均的油耗 大概在官方的數據是 70跟13 平面的時候是7公里 平均是10公里 高速的時候可以到達13公里 到14公里左右 跟我們之前試的 ESV6的引擎 他整個感受度就是不一樣 他讓你覺得很猛爆 一直跑下去 然後讓你覺得很心虛 很緊張 這麼快的 我是不是開太快了 有沒有 那個加速度真的貼備感 不輸渦輪車 我講真的 這加速度我真的有加點 跑這麼快 欸 欸 當初新車差不多130萬 我記得127啊 128啊 人家了 2009年10名車 剩下兩折 的價格 啊這車你不買就買什麼車 最近這麼貴 今年3萬6千貴 有人還上次在我這個ES 大牌 喔 LS460的這個影片 大牌劑量的影片下面還留言 你在誤導觀眾 對 他說你在誤導消費者 你這錯誤的觀念 你不能齁 你信基督教 就說人家信佛教的無誤 信佛教是錯誤 你這樣喔 沒用啦 真的 人家就說不要跟白癡爭辯 對不對 你就只要回答說 你做的對 你做的有道理 很好 當初新車喔 127萬 很簡單 2009年的10年車 現在剩20幾萬到30萬的一個價格 那划不划算 看你個人的循環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是同年份 2009年 2009年 2009年齁 同年份的這個2.4的 當初新車108萬的這個雅歌 現在你在市面上買大約在40萬 好 那這個20萬到30萬 跟這個40萬的差別 大概差了10萬 10來萬的這個差距齁 那來買當初127萬 新車更貴 二手車 中古車更便宜的一台車子 全配備 因為你2.4還不一定全配備 2.4還有VTI 對不對 你如果不是買VTIS的 也不是全配備 兩邊的電動椅啦 定速啦 防滑循跡啦 當然這2400的也都有 還有這個3500cc 這個穩定不抖的引擎 好不好 2400的引擎會抖 一定會抖 從那個K9一路抖 抖到現在還在抖 所以我說了 這種大排氣量的車子 你一定要買得更便宜 因為它維修也更貴 好不好 然後你買得更便宜之後呢 你不能開多 你一年要開超過2萬公里 3萬公里以上 基本上 我就不建議你買大排量的車子 但是你一年如果是正常的 1萬公里左右的這個使用 那你們自己看官 換算這個稅金跟油耗的關係 你自己參考 自己討論 自己計算 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看過這種產品 你講我也不會懷疑 很棒耶 我們油門補下去 真的三百而已而已 有嗎 好 沒關係 320 所以 有時候 我常在跟大家介紹這個二手車 我們講一個CP值 對不對 當然我們也把這個稅金 我們也把這個油耗 對不對 都算進去 全部加在一起 還有它新車的價格 二手車的價格 全部都加進去 這樣才叫做CP值 不是說你買的時候很貴的 回來說我好省油喔 我的車好省油喔 你不是這樣 你新車要那麼貴 你回來說你好省油 這跟買油電車的概念一樣 你一年才開1萬公里 結果你花更貴的錢去買油電車 結果買回來說我好省油喔 你是X7還是騎油 新車架 二手車架 油耗 維修 稅金 全部都加在一起 當然有一個東西沒有辦法計算 就是你開它的爽度 是沒有辦法計算的 小吃推崇這種大排量的車 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 其實除了這個引擎的系統以外 引擎變速箱的系統以外 這個車大部分的零件 都跟我們這個2.0、2.4的車體 大燈、尾燈等等的一些零配件 全部都是幾乎都是90%是共用的東西 那這個也會降低我們後續回來 維修、保養的成本的降低 所以我們唯一會負擔的到比較貴的東西 就在於可能引擎跟便利箱周邊的這些問題而已 剩下的你如果是不洗理 可以去撞到 撞壞了要修理 旁邊被撞了、屁股被撞了要修理 基本上跟你買這台車 跟你買這台車2.0、2.4的這個維修的價格 是相去不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為什麼會推薦大家來買這個車的一個 第二個原因 你不用怕說我們買Lazos 雖然我們買的是Lazos 對不對 雖然我們買的很便宜 可是真的Lazos的零件 大燈、門把拉斷了 還是椅子破一扣 杯架回去 你還是要花很多的錢 但是我們這個 原本就有比較大重的2.0 跟2.4的版本存在市面上的時候 是不是給我們一個維修上面 覺得有點占到便宜的感覺 它有相近共通用的零件 那我們來買這台車2手車回來養 養起來相對就比較容易了 很多人也很愛說碎筋、碎筋、碎筋 好啦 覺得碎筋太貴 白癡、碎筋那麼貴 腳碎筋就夠了 我自己把腳弄斷 你把你的腳打斷 然後你去領殘障手冊 國家幫你補貼到2400cc 這樣你就省了 一人憲一味 覺得划算的、攪得起的 自然而然 他們就懂得來選擇 因為很多人買二手車 擔心的第二件事情就是 維修被人家說了 那我們的客人沒有這個問題 要敲 要講也是小事跟你講 你如果要小事講一下就沒關係 沒有 我們維修保養廠都是很平 我們的保養廠幾乎都不接外客 都只接我們自己的客人 幾乎你知道嗎 對啦 不是小黃瓜喔 對啦 要先加一個爽度 我是常講 像我們這種沒有錢的人 我們就等著有沒有 有錢人有沒有 沒有在乎那個三五十萬的那個人 他買貴貴的然後來折給我們 對不對 我們來爽 當然啦 如果有一天我變有錢人 我也要買新的回來 對不對 回饋社會嘛 開個一年兩年 對不對 折很多 賣掉回饋社會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能力不夠 我們開二手了就好了 那種VTEC的那種感覺 很像渦輪開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就是 它HONDA造車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跟它的理念 就算是一台應該要很舒服的車子 它也讓你覺得很像開著它的紅頭引擎一樣 往前衝 然後你 雖然隔音很好 但是你還是聽得到 稍微聽得到它那個引擎的嘶吼聲 它開起來爽度其實是滿夠的 我覺得這個車它不是設計來給司機開 跟我們那個兵力不一樣 噢 它開起來就是讓駕駛者 雖然你提供給你的家庭 你的小孩一個很舒服的乘坐環境 它很安全喔 它當初這個國際的 什麼IHIS的那個防撞測試 都是五顆星的 偏離側撞、前撞、後撞、偏離撞擊 全部都是五顆星的喔 所以這台車安全係數是很高的喔 那你讓你的家人、小孩 在一個很舒服、很安靜 然後很安全的一個車體裡面 大家都睡覺 你在開車的時候 沒想到 沒想到 你還能夠保有這個 駕駛操控的這個熱情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一個 還滿難得也滿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車比較唯一 我這樣開起來比較差的一點就是 它在三檔、四檔 換檔的時候 我覺得它那個轉速調的落差滿大 它這個只配備五速的一個 手自排的變速箱 同年份的Tiena跟Camry 它們用的都已經是六速手自排 還有一個是NCPT的六速變速箱 好啦 那今天這個雅歌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一樣喔 依照慣例小吃統計的一些 維修的一些價格 給大家參考 喜歡小吃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多多的留言跟分享 那以利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看 關於車的影片 要記得喔 要分享喔 不是只有訂閱而已喔 掰掰 ! Can't stop Can't stop